郭富城以大使身份出席慈善活動 雖然近期盛傳方圍懷想二胎的傳聞 但Aaron就貫徹一向不否認不回應的態度 繼續宣傳活動 美慈有關機構將會推出關外非優惠 給罕見病症兒童和家庭 Aaron都呼籲大家要給多些愛心 關心身邊有需要的朋友 尤其是現在做了爸爸 我們都看到罕見病的家庭 他們面對的一些壓力 我覺得最難得的就是 他們能夠站出來去面對這個困難 我想作為一個父母都會緊張 所以可想而知 我們一個正常的家庭 他們的病可能很快就會康復 但是一個罕見病的家庭 他們要面對的是一生 看到毛生入圍十大華語電影 身為主角的Aaron就說不知道 其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電影無止境 我覺得只是繼續做好好的電影 希望為香港電影爭光 在境界上 の位置 對